你老公还行吗 我们大概已经三年没有了吧 可是也不代表他不行 只是说就是对彼此已经觉得像家人 近日小艾斯在新节目 西地想聊的最新一期中 邀请了贾静雯来做客 两位还在节目上聊起了私生活 谈到了与自己老公相处的生活细节 小艾斯表示 因为和老公在一起久了 现在都有在养老院的感觉了 之前出门还会有告别文 现在已经没有了 小艾斯还表示 自己已经有三年没有夫妻生活了 引得贾静雯大为震惊 小艾斯的大尺度也让贾静雯害羞不已 说完这个话题之后 小艾斯自己也感到有些害羞 不过小艾斯结婚已经16年了 跟徐亚军也属于老夫老妻了 所以很多行为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甜蜜了 虽然小艾斯在节目上表现的尺度很大 但现实中她对老公却没有那么勇敢 之前徐亚军就曾爆出与嫩谋约会 但是每次小艾斯都会出来为老公辟谣 小艾斯也曾多次传出与徐亚军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她每次都拼命秀恩爱 例证感情很好 除此之外 徐亚军的事业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这使得小艾斯在疫情期间都不能隐退幕后 被迫加逼着付出 虽然小艾斯的工作不如之前了 但是影响力还是在的 希望小艾斯的新节目能够越来越好